朝鲜半岛问题延宕多年 核心是美朝矛盾 解决问题的钥匙在美国手里 事实上过去多年的历史 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美国是否真心想缓和半岛的紧张局势 还是想以此为抓手 来实现它更大的地缘政治目的 如果美心真心的想打破目前的僵局 他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 要想打破目前的僵局 应该摆脱集团政治 挑顿阵阳对抗 停止动辄军事演习 不断威胁施压的错误做法